大家好,我是沈默小五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 酒店里比较热卖的咸菜品做法 因为之前呢 有朋友说在家里面做咸菜品 家人都不爱吃 怎么样拌馅才能好吃呢 今天就把酒店里拌馅的方法分享给大家 咱们做出来之后呢 非常的好吃 尤其推荐给爱吃辣的朋友 咱们先简单的和一个饺子面 稍微加点盐,加点糖 增加它的韧性和拉伸度 然后咱们准备100克水 分次倒入面粉中 和面呢就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 咱们只要把面里面的水分揉匀就可以了 面和好之后 直接包起来饧面20分钟 软硬度就像画面中这样 下面咱们来说一下重点的半馅 咱们准备的材料有小米辣 剁碎 然后再准备点肉末 洋葱也要切碎 然后豆腐再加上雪菜 然后锅里面加上少许油 先把肉末炒熟 炒肉末的时候不要放盐 也不要放老抽 肉末炒熟 放入洋葱 咱们炒的时候一定要分次放入材料 这样让它的味道单独出来 做出来就会更好吃 洋葱味出来之后 放入小米辣 同样也是一样 要把小米辣的辣味炒出来 然后再放入雪菜 处理雪菜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提前要用水冲一下 把它的咸味给它冲淡 不然咱们做出来就会有点厚 雪菜炒熟之后放入豆腐丁 豆腐比较好熟 所以说咱们在后面再放 然后加上鸡精 味精 十三香 还有生抽 老抽 把所有的调料炒匀就可以了 咱们拌这种馅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小米辣它特别辣 咱们放的时候可以少放一点 喜欢吃辣的朋友当然也不限制 这里还要提醒大家一点 咱们在炒馅的时候可以用猪油 家里有猪油的话 用猪油炒出来会更香 吃起来也会更好吃 还有一点在冲菜的时候 大家可以稍微让它留点咸味 这样咱们在炒的时候就不用放盐 吃起来也会有咸味 把菜炒成咱们画面中这样 让它的所有味道全部出来之后 就可以出锅了 馅炒好之后 放在一个大的容器里 给它晾一下晾凉 面咸好之后 咱们稍微揉一下 就可以搓成长条 下出15克左右的剂子 剂子太小 咱们包的馅少就不好吃 所以说咱们在擀皮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 要尽量把它擀得更薄 这样咱们做出来 它就会皮薄馅多 面皮擀成咱们画面中这样的大小 就可以了 然后在包馅的时候 尽量多包一点 包的馅越多 咱们吃起来就会更香嘛 包的方法可以用包包子的手法来包 但是要提醒大家 在最后收口这里 可以把那点面给揪掉 这样它底部的面皮就不会过厚 全都包好以后 咱们要用手给它按一下 按成饼状 但是按的时候不要太用力 容易把面皮按破 饼子咱们就包好了 包好的饼子 直接上蒸锅蒸10分钟就可以了 蒸好的咸菜饼 咱们可以直接吃 也可以放到油锅里煎一下 这样做出来会更香 咸菜饼咱们就做好了 在这里呢 只要提醒大家 小米辣的量 千万不要过多 过多的话会很辣 一般人接受不了 这款馅突出的就是辣味 还有香味 在家做的时候 记得要用猪油炒 猪油炒出来会更香 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家里面尝试一下 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 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帮我点赞 分享 加关注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吝点赞 订阅